欢迎收看6月17号星期二的星岛头条新闻 我是海湘 我们每天都带给您最新最即时的新闻动态 在中国广西玉林地区 狗肉是很多人喜爱的美味佳肴之一 而每一年度的狗肉节呢 既是传统节日 但是也饱受了争议 今天我们单元细看中国 随着镜头我们会去玉林狗肉节的街上去看一看 也听听大家怎么说 好的 马上进入我们今天星岛头条摘要的部分 在旧金山的消息 旧金山在短短12个小时之内发生两起的凶杀案 同样也是旧金山的消息 我们看旧金山是打算要收附加税来打击炒楼的问题 另外美国班加西领事馆预期案的一半已经被捕 台湾方面的消息呢 新北市长选举 民进党和台联已经达成共识 有意要效仿柯文哲的模式 世界杯的最新赛 赛况待会呢也当然会告诉您了 以上是我们今天的头条摘要 焦点部分我们请明月带我们来关心 明月 好的今天的焦点新闻会给大家介绍一下伊拉克最近情况不受控 美国国会领袖讨论决策 那么他们讨论什么样的角色 接下来会给您详细的介绍 更多的精彩新闻一会儿带给您 等一下 我要通知保险公司 还要把车拿去修 我的State Farm代理人 不用担心 有我就搞定了 等拖车来了 我就载你们回家 超人服务 安心超人 想更好迈进State Farm 欢迎回来 旧金山的Mission区以及宝多利山区呢 自上个星期五起 接连发生了三宗的凶杀案 最新的两宗呢 更是在短短12小时之内发生 目前呢 警方已经是全力的在弃凶 初步也相信说三案并没有直接的关联 青岛记者刘璐谦带来的报道 即上周五早上 米圣区一名25岁男子 Dominic Anderson被人开枪杀死后 该区昨晚9点50分左右 另有一名男子在16街 Gororo和Venicia路段 被发现身体被割伤 当场死亡 今天早上9点59分 宝多利山区25家康乃迪克街 又发生一宗开枪案 受伤者在被送往旧金山总医院后 不治身亡 警方发言人LB Esbazer表示 在最近两起凶身案发生时 警局接到多个报案 死者均为上体受伤的男子 但凶手仍然在逃 警方已展开调查 目前不能确定凶险体貌特征 也暂不能公布死者姓名 警方已在案件频发的地区增强警力 呼吁民众有任何案件线索 可致电415、575、4444提供 如果在社区发现可疑或暴力事件 也应马上报警 宝多利山区发生枪案的街道破败 居民Troy说 听说早上的案件了 社区的治安一直不好 类似的暴力事件 每几个月都会发生一次 米慎区的案发现场 属于繁华商业区 枪击事件看来并没有影响居民正常生活 当地人来人往车水马龙 新党记者刘如谦报道 旧金山房屋供不应求 也吸引了一批专门靠炒卖 房屋图利的投机者 为此一个社区组织也提出了 反投机税的公投提案 建议向投机者征收最高 24%的附加转让税 打击炒楼获利的活动 来看看新岛记者姚善恒 张震所带来的报道 隶属于旧金山反逼迁联盟的多个成员机构 带领几十名住客 今天中午到达市府大楼外集会 不断高叫口号 Stop the flip Stop the flip Stop the flip 市餐市马赵光 金正妍及干大卫都出席集会 支持公投案 按照该提案 购入物业后 五年内转手获利的楼宇业主 需缴按年计算的附加转让税 也就是说 首年内转手 附加税为转售价格的24% 然后按持有物业的联名逐联递减 第二年22% 第三年20% 第四年18% 和第五年的14% 该提案只适用于 30个单位以下的小型物业 而且只在转售涉及利润时 才会生效 提案的重点针对炒楼投机者 而非一般的小业主 因此豁免多类型物业 包括独立屋 共度公寓 业主自主的共同契约公寓 新落成的楼宇 以及转让做永久可负担房屋的楼宇 该项提案获得四名试参室的联署 今天向选务局递交意愿书 申请将提案纳入11月的选举 交由全市选民公投 新岛记者姚善恒张正报道 美国特种部队逮捕了一名利比亚的民兵领袖 指她是涉嫌是两年前 美国朱利比亚班加西领事馆 遇袭案的主要疑犯 我们来看看新岛记者李娜所带来报道 美国官员说 疑犯卡达拉是在上个周末 在班加西临近被捕 宪政被控三项联邦指控 会押回美国法院受审 他是首个被怀疑与班加西领馆袭击案有关 而遭美国当局逮捕的一犯 司法部长霍尔德表示 未来不排除会增加对卡达拉的指控 审讯程序将展开 同时会继续调查该案是否还有其他同谋 总统奥巴马今天在宾夕法尼亚州 出席一场公开活动时 形容卡达拉是这场恐袭行动的头号主脑 他又说 这是一个向世界发出的讯息 当美国人受到袭击 无论要花多久的时间 都会将犯案凶途缉拿归案 该场袭击发生在2012年9月11日 美国朱利比亚大使史蒂文斯 以及领馆三名职员 在恐怖袭击中丧生 该总恐袭案 以及奥巴马政府之后采取的应对行动 至今仍备受争议 事发时任职国务卿的希拉里克林顿 已多次在国会听证会上作证 也在刚出版的回忆录中称会为此负责 新岛记者李纳报道 我们来看看台湾方面的消息 为备战年底的新北市长选举 绿营的民进党和台联达成了共识 有意仿效这个柯文哲的模式 在由习坤和林芝佳两个人二选一 来参选新北市长 我们来看看记者来自台湾的报道 为了打赢年底新北市长选战 范律阵营将复制柯文哲模式 民进党与台联16号达成共识 6月底前将以民调方式 整合出新北市长人选 集中火力迎战国民党人选 由于民进党与提名前行政院长 由习坤参选 台联秘书长林志佳也宣布参选 林志佳17号表示 尊重两党的整合结果 游习坤办公室表示 透过党对党的协商 寻求共识 也尊重党中央协商结果 民进党表示台联日前向民进党表达整合意愿 协商后双方对整合结果乐观其成 在野整合这件事情是乐观其成的 所以形成这样的共识 也是用民调来解决在野整合的这个候选人 最后还是要送到明天终植会来做一个决定 民进党强调 这项共识将等到双方党内程序完备后生效 民调如何进行 要办几场辩论 以及民调日期等细节 还要继续协商 记者陈嘉欣 朋友组台北报导 但您关心一下 今天世界杯的这个赛时间 总共有三场的小组赛 战况可以说是相当的激烈 首场这个H组的比例 实施2比1战胜的阿尔吉利亚 上半场24分钟的时候 阿尔吉利亚是得到了一个点球的机会 顺利打入了对方的球门 这也是该国自1986年以来 第一次在决赛中取得了进球 而下半场比利时先后替换了三名球员 结果后背入场的费兰尼 在70分钟的时候 接应了船中顶入的扳回一球 10分钟之后 比利时再进一球 反胜了对手 另外A组的第二轮的赛事当中 是墨西哥门将相当的出色 6度的抵挡了东道主 巴西的林立的攻势 最终两队赛盒是0比0 各得了1分 两队同时以4分位于这个A组的前两名 最后一场是H组的是 俄罗斯大战韩国 两队上半场是以0比0 下半场是韩国靠远舍首开了记录 俄罗斯其后追平 最后两队是1比1打成了平手 H组比利时4分领先 韩国跟俄罗斯各得1分 并列第二名 那以上是今天的头条新闻 焦点部分我们来看看就是好莱坞的这个影星 乔治克隆尼有可能会参选加州州长 稍后告诉你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Kevin 又在玩手机打电动了 妈 哈佛全方位出了手机APP 每天轻松做题 SAT进步超快 真的吗 秀给我看看 哈佛全方位教育机构 大学申请辅导的权威 哈佛全方位创新的手机APP 给学生最强效的SAT练习 想您的子女进入理想大学 就交给哈佛全方位 暑期班招生中 好 接下来带您关注的是焦点新闻 我们请明月带我们来关心 明月 好的 焦点新闻 先来关注一下伊拉克最近的局势 伊拉克局势升温 逊尼派的武装分子持续的发动了攻击 夺取了北部主要的什叶派城市 大部分的地区 还对外发布了 拘捕伊拉克保安部队士兵的照片和视频 美国已经派遣了275名美军前往巴格达 保护外交人员和大使馆 奥巴马总统将和国会参众两院的 两党领袖会面 讨论伊拉克局势 今天上午 旧金山市长李孟贤在办公室露台 升起了代表同性恋社区的六色彩虹旗 代表着第44届旧金山同性恋光荣月拉开序幕 李孟贤说 同性恋光荣月已经逐步成为社区的重要活动之一 预祝今年的活动圆满成功 和往年一样 今年的重头戏包括下个星期天 6月29号的同性恋骄傲大游行和6月28号和29号两天 在市政府广场举行的狂欢演唱会 内布拉斯加州东北部的两个城镇 昨天下午遭受罕见的两股龙卷风和特大暴雨的吹袭 大量的房屋被移危平地 两人身亡 十多人重伤情况严重 气象部门说 两股龙卷风相隔不到100英里 时速都超过了200英里 有媒体引述密友爆料 好莱坞巨星克鲁尼正在考虑投身政治 角逐2018年的加州州长宝座 克鲁尼的友人说 民主党正向这位现年53岁的电影明星招手 克鲁尼本人近年来也积极地参与国际人道工作 曾自掏腰包出动无人机 涉入叙利亚违反人权的行为 2012年还因在苏丹大使馆外抗议而被警方逮捕 环太平洋多国海上联合演习正在夏威夷海域举行 参加的包括中国舰艇编队 美国 新加坡和文莱舰艇 期间各国军舰互派人员到对方舰艇进行了观摩交流 三名美国海军军官登上有中国神盾舰支撑的 海口号导弹驱逐舰观摩 而中国的三名军官则到美军两艘导弹巡洋舰参观 大访伦敦的中国总理李克强与夫人程红 今天与英国首相卡梅伦会面 双方就香港问题签署中英联合声明30周年 和中国人权问题等进行了讨论 会后共同举行记者会 李克强表示中方愿意进一步的打造中英共同增长 包容发展的伙伴关系 今天下午两人还出席了中英全国经济园桌会 另外英国石油公司宣布将和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签署一项总值200亿美元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协议 菲律宾当局以非法捕捞海归为由 据被据控告9名中国渔民 原定明天的审前聆讯要在第三度压后 当局指出原本担任翻译的中国商人 不想牵涉事件拒绝出任翻译员 另外因为还没有收到中国驻当地大使馆的指示 律师不能代表中方渔民 以上就是今天的焦点新闻 来关注一下财经简报 财经方面的消息 美国5月份消费者物价指出 按月是上升了0.4%升幅大国的预期 也是去年2月份以后最大升幅 主要是受到食品价格创下2011年8月后的最大升幅的带动 数据也反映了美国通胀率有止跌回稳的一个趋势 另外全美5月份的新屋动工下跌6.5% 以年利率来计算是降至了100万间 而上个月份的建筑批则是下跌了6.4% 以年利率是降至了99.1万间 也反映了楼市复苏有减慢的迹象 另外美国长期利率的趋势也为金融股市带来了一些好的支持 纽约股市是造好的 接下来大家关心的是华尔街三大指数的一个最新走势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16808点上升了27点 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是4337点上升了16点 标普500指数收市报是1941点上升了4点 会加方面带您关注 1美元是兑换人民币6.15港元7.75台币30.08欧元0.73日元102.13英镑0.58澳元1.07加元1.08 油价部分呢 每桶市报106.25美元跌了65仙 金价部分是每盎司报1270.60美元跌了4.70美元 白银的部分市报19.72美元跌了1仙 接下来带您关注的是天气状况 SingTao Weather Girls SingTao Weather Girls 人在天涯心系神舟细看中国 在中国广西玉林县有一个民间传统节日 夏至荔枝狗肉节 虽然是民间的传统节日却饱受争议 我想这个原因可能您也猜到了 有很多朋友就觉得吃狗肉这件事情难以接受 狗是人类的朋友 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来到了玉林的狗肉节 在大街上您却连狗字都很难见得到 广西玉林民间的夏至荔枝狗肉节将至 但玉林市区绝大部分的吃狗肉餐馆 已将所有带狗字的店名和菜单掩盖剔除 多个店家告诉记者 这是为了避免刺激前来玉林抗议的爱狗人士 连日来 记者在玉林多处餐馆聚集地看到 往年摆在店门前的狗肉已经难寻 一些餐馆要么将狗字粘贴掩盖 要么干脆更名换牌 与狗脱离关系 玉林当地多家餐馆老板告诉记者 之前有关部门召集各餐馆业主开会 在重申规范狗肉进货渠道的同时 还建议从业者采取避免刺激爱狗人士的措施 包括不在街面屠宰狗只 不将熟狗挂在店面 餐馆名字和菜单不带狗字等等 尽管老板们进行了除狗字行动 但毕竟中国没有规定吃狗肉饭法 这样偷偷摸摸地做生意 让他们心里很不是滋味 我们地龄以前传统下来的已经有几千年几百年的历史 是滋鸡折 年年都要这个时候要吃鸡餐 搞肉滋鸡折的 你不吃 你不吃 人家的就是 你吃我吃 这么香 哪里不吃呢 外地去到外地的 他想到这个折育 他都回来玉林吃一顿 搞肉 玉林市食品安全委员会谢锦辉告诉记者 目前玉林多部门正深入开展肉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 重点加强源头监管 严格落实检验检疫制度和加强肉品流通环节监管 那么目前现在我们有序幕部门跟交通部门交警已经加强路面巡查 就是公路巡查的这么一个力度 就是对这个运网玉林的狗之活权 你要是值得活权 那么统统要拦截检查 以照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 对于很多中国沿边地区的朝鲜族朋友和韩国朋友来讲 吃狗肉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 是他们的风俗和传统 这次来参加玉林狗肉节的朋友们就说 来参加这一年一度的狗肉节 为的就是为了尝一尝这传说中的美味 一家狗肉餐馆老板娘 因不堪忍受来自全国各地的电话骚扰和威胁 不得不将手机号暴停 这位老板娘告诉记者 近日他接到的骚扰电话 每天有三四十个 一些爱狗人士甚至在半夜打来电话质问 并提醒他 注意家人安全 吃狗有报应等 这位老板娘,在海外打来电话质疑 我们在国际都要吃饭 我们在国际都要吃饭 我们都没有很多 我们都没有吃饭 我们都没有吃饭 遭受电话骚扰的宁女士 是玉林第一家脆皮肉餐馆的老板娘 这家餐馆主打狗肉 在玉林市区有四家分店 去年的夏至荔枝狗肉节期间 他在玉林江滨路与西民路交叉处的餐馆 遭遇了数十名爱狗人士的抗议 他留着手机号码的餐馆牌子 也被人拍下传到网络 然而 让老板娘宁女士想不到的是 这些爱狗人士连年的抗议 在引来网络关注的同时 也让一些外地爱吃狗肉的人士寻香而来 各方人士都表达了自己对狗肉节的一些看法 包括台湾艺人大S也在网上呼吁朋友们要抵制狗肉节 停止狗肉节 但是马上就有网友回应他说 那你们家的餐馆还卖鱼翅呢 在当今我们的餐桌如此多样化的同时 吃什么不吃什么 我们在下筷子之前 是不是也应该问问自己的良心呢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 期待下一期再来细看中国 6月17号 中国内地的知名创作歌手曲婉婷 在江西南昌参加了 曲婉婷我为你歌唱 2014年全国巡回演唱会的媒体见面会 见面会的现场 当记者问到 是否会因为我的歌声里这首歌曲的成功 而影响创作思路的时候 曲婉婷表示 自己在创作歌曲时 都是按照平常的心态去创作的 同一天下午 由实力派男演员 谭凯 王进松 和《甄嬛传》中 华飞的饰演者蒋新领衔主演的 三十级抗战剧 编程的央视首播发布会 在央视媒体亚中心举行 据总制片人张丽颖介绍 在众多的抗日题材影视剧中 编程可谓独辟蹊径 讲述了抗战时期 中日双方围绕重要的武器原料 乌纱展开的争夺战 本报昨天独家披露了 吴彦祖带丽莎S和女儿举家返回美国 照顾患病母亲的消息 她的投资经理人公司 更会与本月底解散 Lisa S的助手已经证实 她自去年十二月底 就开始无限期的放假 她的好友NIL也表示 知道这件事情 杨谦化更会传短讯 问候吴彦祖 《变形金刚》绝技重生 曾来到香港取景拍摄 全球的首映里也选择在香港进行 昨天该片的演员包括男主角马克沃尔伯格和女主角尼可拉佩尔兹 以及华人演员李冰冰等都陆续抵达香港 为明天晚上的首映里做准备 更多精彩的娱乐新闻 请您关注明天出版的星岛日报 今天的时事点评 我们来看看是伊拉克的局面 其实这个局面正在持续的恶化当中 那美国国内也现在正在掀起 就是是不是应该要再一次出兵伊拉克的争论跟挑战 因此呢 就华府的下一步自然也受到全球的这个关注 现在的奥巴马政府呢 可以说是处于这个出于出兵伊拉克与否的两难那个局面 如果出兵的话呢 其实就等于自打嘴巴 违背了这个权力推动结束中东战争的一个和平政策 而且呢还会再一次让这个美国呢 陷入中东战争这样一个泥沼 后果呢真的是不能想象 因为这种负面影响 美国人呢不是不知道的 但如果说不出兵干预伊拉克的话呢 让伊拉克的这个乱局持续的扩大下去的话 不仅仅会影响到美国的经济复苏 还有可能会引发新的世界危机 这个后果也是我们难以想象的 那这回是否出兵伊拉克呢 美国可以说是遇到一个远近的一个挑战 不同于前两次 来看看当年 当年的美国第二次出兵的时候呢 美国那时候还是处于一个独霸于世界的一个地位 当时俄罗斯根本是陷于这个颓势 没有时间无暇与美国来抗衡 但现在情况不同了 美国在欧洲遭到普京全面性的一个挑战 再加上中国的崛起 并在伊拉克有一个重大的利益 而中美关系的微妙又不稳定 整体来说呢 这个条件是跟当年是不一样的 因此美国要继续走这个超强的路线呢 还是要走大国合作方向 来防止极端主义的扩大 真的是需要大智慧来解决了 好的 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岛头条新闻 最后祝福你一个愉快的夜晚 重温我们的节目可以上我们新岛电视网站 www.sintout.tv 我们明天再会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